抗美燃朝有12位中国人民志远军 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称号 你知道他们分别是谁吗 位列第一的是志远军总司令滕德怀 剩余的11位中 15军和12军占了6个 其中15军的这三位如雷贯耳 黄继光 邱绍云 孙湛元 12军好像除了胡秀道之外的另外两位 嫌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 今天我们就继续聊志远军的钢板 12军 这段故事的时间 发生在上甘岭战役的前夕 从12军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场战役和上甘岭密切相关 1952年9月18号 志远军司令部下令 两刀朝鲜对全线联合国军展开秋季反击战 这标志着数十万志远军又一次重兵出击 在12军对面的是 两支南朝鲜王牌队伍 尾六师 尾军中的战力定流 尾首都师 南朝鲜的御林军 装备最好没有之一 12军和尾首都师有个非常奇葩的对峙舰 在上节咱们讲的手指山北侧有个山腿 南朝鲜称这个山腿为力动东山 而我军称之为乙子山 因为据我军资料记载 从我们观察哨的方向看过去 这座山像一把龙椅 这座山有11个阵地 12军这暴脾气 愣是把东北角的阵地给打下来了 而且尽管尾首都师高打低 但他们再没能攻干这里 以至于后来尾首都师也放弃了在打这里的念想 他们不打是不敢打 而12军不打是在等大招 1952年9月18号 随着全线反击的命令下达以后 35师对乙子山 手指山 首都高地 进行了全线反击 鉴于12军在过去的几个月内 在手指山和首都高地 曾打折了围首都师六个半影 所以12军决定这回避开锋芒 重点进攻乙子山 以104团扬攻首都高地 先杀穿这里 然后主动撤回来 既牵制住敌人 还保留自己的有胜力量 101团强攻首指山后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里 不能让敌人居高临下的支援乙子山 103团负责攻坚乙子山 当时伪军防御乙子山的是 机甲团二营主力 进攻的12军103团二营 决定兵分四路 四连单通一路 他们沿西北山梁 进攻2 3 1 4号阵地 六连兵分三路 一排中央突破 直取主峰5号阵地 二排沿东北山梁向上进攻 8 7 6号阵地 三排迂回绕后 骑袭9号 10号阵地 10月6号 12军调来了包括 12门卡丘上 4辆坦克 4门自行火炮 等攻击70余门火炮 只支援103团二营 一支队伍 暂且不跟敌人比 这种火力支援强度 是支援军非常之罕见的 下午4点40分 所有火炮通响了乙子山 敌灵 地雷 铁丝网 前哨火力点 基本全被摧毁 当支援军有了火炮 那进展速度难以置信 随着炮火向山顶延伸过去 六连一排仅6分钟 便攻占了主峰5号阵地 二排进攻途中 遭到一个排的阻击 排长令四班架枪 压制敌人 六班趁敌人缩头的时机 顶上去 这部敌人就这样 被二排干掉了 他们登上主峰的时候 一排对5号阵地的青角 刚刚结束 两支队伍前后脚吧 一排用了6分钟的话 二排满打满算 也到不了10分钟 此时 敌人终于回过神来了 把能吊急的火炮开始炸 不过炸的这个地方啊 属实难以理解 他们对着9号10号阵地 就是一顿狂轰懒炸 那驾驶就是 倚子山我不要了 倚子山上我自己的兵 也不要了 你志愿军别再接着往南打了 为首都是炮兵的这首怪招 把我6连三排炸得够呛 当时他们刚好冲到这里 这时排长下令 利用残存的交通沟和炮弹坑 继续向敌人冲击 战胜们得力后 勇往直前 如同可以免疫炮弹的攻击一样 数分钟 三排在敌人的轰炸下 歼灭敌人一个排 完全占领了9号10号阵地 最后详细说 四连这一路 当六连一排二排 在主峰会失以后 西北方向的枪声还很远 六连一时到四连受阻了 所以立即令一排支援过去 果不其然 四连进攻开始后 尖刀三排 把路开向了2号阵地东侧 结果到山脚下 发现全是断壁 上不去 而一排二排 也跟着来到了这里 这时山上的敌人 发现了他们以后 用炮火覆盖了这片区域 连长和张 指导员何欣所前辈 副指导员田希恩前辈 壮业齐声 关键时刻 副连长王欣喜前辈 带领全连跑出了轰炸区 没让队伍被打散 然后他亲自带领全连 来到了二号西北侧 终于找到了可以攀登的地方 全连立即发起冲击 机枪手孙友杰前辈 被敌人击中 当场牺牲 这时副连长捡起几枪 亲自掩护着战士们向前冲 一口气而杀穿了 二三一三个阵地 在进攻四号阵地时 和六连一排碰上了 在我军前后夹击之下 四号阵地的敌人 全都藏进了坑道内 彭树生 谢骏 赖赵华三位前辈 组成一个爆破组 对坑道连续进行了 十六次爆破 除七名敌人 跳出来成了葫芦外 其余全部被门死在了坑道里 不过赖赵华前辈 也在爆破过程中 壮烈启程 至此 我军全歼阵地上的 机甲团二营两个连 为了保住阵地 六连令一排立即迁出 阻击可能由较岩山方向 过来的远军 一排领兵后 刚过去没一会儿 机甲团三营 还真就从这个方向过来了 一排子排长 刘凤勇前辈的指挥下 沉着接地 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 乙子山牢牢地 攥在我军手里 与此同时 101团成功地攻占了首指山 104团也登上了首都高地 全剑敌人后 又撤了回来 唯首都师被弄的是左右为难 要尾26团去支援吧 万一104团再回来 那首都高地就白给了 让尾26团坚守首都高地吧 又没有志愿军在进攻这里了 思前想后 有志愿军你们就死守 没有志愿军你们就发呆吧 从后方掉了师属预备队 从西河南两个方向反扑椅子山 我六连一排排长 刘凤勇依然在带领全排分战 后来他被一块蛋片划开了肚皮 肠子一股脑全流了出来 他也瘫在了原地 他把肠子一点点的塞了回去 然后在阵地上爬行着 指挥全排继续作战 直至流进最后一滴血 战后 河南正阳 南清湘 周梦庄村 刘凤勇追击特等攻 守二级英雄称号 十号阵地方向 打退敌人连排及多次进攻以后 阵地仅剩一排二班的张勇德 林顺两位前辈 他俩打退敌人后就去搜集弹药 敌人冲上来就协同作战 他俩奇迹般的坚守了阵地15个小时 这位华川阻击战四勇士之一的张勇德 再次明扬十二军 荣记一等攻 后来敌人的攻势慢慢的弱了 再后来几乎没有了 为啥呢 因为机甲团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为首都市市长把前不久被志愿军呈剑制大废 刚刚补充完毕 回来当预备队的白虎团换了上来 他们的安排为 把机甲团二营三营缩编为两个连 继续反扑椅子山 白虎团两个营反扑守指山 10月7号白天 白虎团以营为单位 利用人海战术对守指山发起集团冲锋 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 第一个冲锋营被我军打垮了 他们把残兵填补到另一个营内 又一波人海冲锋过来了 由于敌众我寡 我军退守坑道内 这回白虎团也下了血本 把二营全部放在了守指山上 这座山正常的话 只能放一个牌 由此可见到底谁是人海战术 随着我军进入了撑道 12军把重炮和卡丘上 通通的冲着守指山起名 而后弹幕封锁了他们逃跑的退路 我坑道队伍杀了出来 地表反应队同步出击 一个小时白虎团二营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 侥幸逃了回去 守指山再次回归我军手中 一子山方向 昨晚负责攻坚的部队已经换了下去 现在是五连八班在防御 机甲团也发扬了人海战术 不讲究阵型 不讲究配合 乌央乌央地往前顶 八班长邓长发前辈 端着冲锋枪压着敌人 同时指挥全班沉着应战 在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激战后 八班正副班长相继牺牲 战士也牺牲了好几位 阵地上只剩两名伤员和两名新兵 敌人感受到 十号阵地阻击他们的火力越发不足 于是组织了一个牌冲了上来 此时新兵陈彦成前辈挺身而出 主动带立指挥 在粉碎了敌人这波攻势以后 只剩他和众伤员张立真前辈两个人 弹药也没有了 但敌人又过来了两个班 千军一发之际 陈彦成把一块墨盘大的石头推下山坡 敌人短暂的惊慌后 调整阵型从两翼包抄了上来 陈彦成用枪托连续敲开几个敌人的脑壳 就在敌人从后侧包抄上来的时候 张立真不知道从哪里搜集了几个手榴弹 递到了他手中 随着手榴弹四处开花 军队被彻底击溃 八班坚守阵地一个昼夜 共击间敌两百余名 战后继集体一等攻 陈彦成继一等攻 8号开始 机甲团已经再也抽不出来任何兵力来进行反扑了 就算让一些新兵连来过来反扑 那只要我军炮一响 枪一开 这些人啥都不管 立马跑 逼军团长了解战况后 急调围六师替围首都师反扑乙子山 要求围首都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首指山 但围六师在关带里西山被十二军三十四师打得是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能力反扑乙子山 所以象征性的应付差事 至此乙子山战斗基本结束 围首都师全线势力 为了重整士气 必须找个替罪羊来为所有的势力负责 找谁呢 弄丢乙子山的机甲团二营营长 该说不说 这哥们挺冤 前线的几个营长中 就他祸祸的新兵手 其他几个营长都整营整营的 白给了两三次了 显然 伪军内部也不满意这个结果 所以师长也被撤职了 那个深圳南部战区总司令 仅仅三个月的 元首都市师长宋姚赞 又被调了回来 老老实实当他的师长 韦二军团长给了他一个任务目标 而且只有一个任务目标 在10月13号前 夺回手指山 不用管上网 因为尾巴师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后续由尾巴师替他们防御 宋姚赞把机甲团团长 轰去了训练所 训练新兵去了 把机甲团的指挥权 给了白虎团团长 由白虎团团长担任前线指挥官 发起最后一战 10月13号战斗开始了 白虎团一营在左 三营在中间 发起人海冲锋 以白虎团二营担任二体队 机甲团三个营担任预备队 因为这种打法 在世界战史中也实属罕见 所以可能大家听着 会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么翻译一下吧 伪军这是梭哈的一个团去主攻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团 做好了随时梭哈进去的准备 成团成团的怼一个山包 这么说就豁然开朗了吧 敌人六个营重兵押近 仅仅为了攻击101团 一个牌坚守的手指山 我们这个牌决定 阻击一堆不如反击一个 擒贼先擒王 所以对着负责主攻的白虎团一营 杀了过去 一举重创他们 迫使其从主攻序列 成为了二线预备队 由于伪军准备的充足 我说的是兵力充足 所以他们远远不断的 由整营过来反扑 所以打完这波 我军也伤亡很大 全都退进了城道 不管伤亡多难看 也不管山体内部 有没有志愿军 反正地表是围守都市的了 他们长熟一口气 同样 他们更加担心 尾巴师抵达前 再次弄丢手指山 所以在阵地上 放了足足两个营的兵力 其实也不无道理 毕竟上次放了一个营 没能守住嘛 这次翻倍也可以理解 部署完防线后 他立即催促尾巴师 你走快点 快来接防阵地 尾巴师这个傻鸟 他不知道坑道里有志愿军啊 天真的以为 真的是来接管阵地的呢 结果上来的第二天 就被干掉了一个牌 那是后话 今天不说了 回到今天话题 尾巴师抵达后 尾首都市这群残兵败将 立即跑回了二线 据宋谣赞回忆称 当我再次回到首都市的时候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首都市商贸巨大 司机行政人员都成了战斗兵 尽管如此 他们的官方战士中 还是写下了光荣的一句话 为首都市 没让志愿军十二军 夺走首都高地 我十二军于十月下旬 按原计划与六十七军换房 他们刚刚撤离金城没多远 突然接到了一封 十万火急的电报 上甘岭求援 至此十二军没有任何休整 便踏上了命定的扬名之地 上甘岭